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1月9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今天的時事 今天關於經濟的話題 其中一宗最大的事件 是關於東涌 東站的航目 那邊跟大家介紹過 地皮的情況 還有地產發展商 的情況 每一樣東西都是客觀的現實 東涌這個東站 是獲得地產發展商 的零入標 即是說 完全 沒有人入標 原本 還說收到一份標書 到最終 那份 也是留的 結果 又是留標 各位 你在聽的這個頻道 是星期二日報 你在聽的節目 繼續是我們王牌時事經濟節目 升旗易得道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方 其實我也真的蠻喜歡說經濟的 因為我們 從 2017年2018年開始 本台的這個節目就是以說經濟是著稱的 當時我們 是沒有 怎麼說香港那個本地的政治 事實上是香港的本地政治 除了社會運動之外 其實你沒有甚麼好說 我們這節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舊頻道 是升旗易得道 跟我們的節目名字一樣 現在正在用來廣播的YouTube Channel 現在正在用的頻道 是升旗易日報 所以記得不要搞錯 這個才是 現在我們正在使用的戶口 好 因為舊頻道已經被封鎖了的盈利功能 敬請各位注意 記得主要的訂閱是星期二日報 好 那我們還有一個後備的頻道 大家也記得按訂閱鍵 這個叫做星期二新聞雜訣 好 請各位 幫我們做一點點東西 我們主要和大家做節目 每天都見面 你要做的事也很簡單 只要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記得是星期二日報 打開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法 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先來講講 發生甚麼事 這個是港鐵 旗下的東涌 東站 第一期物業發展項目 好了 這個東涌東站的地皮 在9日 即是今天 正式截標 結果發生了甚麼事呢 說在現場港鐵收到 一份是唯一的一份標書 但是到最終 那份標書 也是流的 最終港鐵公佈 收不到任何的標書 意味著這個 東涌的地皮 是再次 流標 好了 亦都有坊間的分析走出來了 我相信這個已經是事實 就是因為 香港的地產商其實有大量的貨美 還有大量 所謂麵粉 在他們的手上 如果現在 再積極投地的話 又需要 興建更加多住宅 即是說 其實現在 所有地產商 都是一致 看不好 香港的樓市 所以不要經常說 別人唱衰你了 如果你的樓市那麼好 地產商爭著 地皮 東涌東站 是港鐵的項目 大家幾乎是有一個共識的 就是 有地鐵站的地方是沒有得輸的 這個曾經 真的是所有人的 認知 但是 走到來今時今日 是不是真的這個法則還能走得通 這個 就真是誠意了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絕大多數的大城市 有地鐵站去得到的地方 其實 附近的物業 一定是安全的 正常來說的大城市 例如倫敦 東京這些地方 香港現在 雖然是大城市 但是能不能夠 跟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正常相比呢 這個就是大問題 所以為甚麼告訴大家 香港現在是不值得投資 我們還沒有算 那些風險因素 即是受到美國制裁 聯繫匯率脫歐 中國大陸開戰 三個因素 我都沒有算下去 純粹說 如果以大城市 樓價的升值來說 現在香港 是跑輸給 絕大多數現在的大城市 世界上 包括新加坡 包括東京 包括倫敦 包括紐約 包括三藩市 包括色力 投資有個術語 或者有個策略 追落後 就是某些地方 同一種類型的股份升了上去 我買一些 還未升的 追落後 那這樣行不行呢 理論上 理論上 可以得 但是 香港 何時 才有反彈 追落後呢 香港本身不是落後的 香港 是最早一支戰爆上去 拋離了其他 對手城市 現在香港嚴格來說 是在高峰爆破 原本是世界冠軍 即是說 你現在香港的價格 從高峰跌下來 現在 是叫做爆破狀態 而不是 是落後要追上來 所以這個 絕對是 不適合的 其實 用任何的投資角度來看 其實香港 那個樓市 是叫做爆破 而不是叫做落後 你說香港 十幾二十年之後會不會有機會上來呢 當然 不是零機會 我們說了幾個大的客觀因素 如果有改變 當然 可能有改變 但是 可能 是十年八載之後的 即是可能國安法撤銷 然後有大量的人回流香港 習近平不能做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這些通通 對香港來說是利好因素 不過 通通利好因素還未出現 還有息口問題 息口雖然對樓市是直接影響 但是也未去到可以 是跳脫了 幾個因素 政治因素 移民因素 中國大陸經濟因素 就算你現在的息口 開始減 也不代表你中國大陸 經濟 會忽然之間回復 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 是因為爆破 所以 現在今時今日的狀態 所以 地產商 也跟你說我受不了 相信我再買新的地皮 投資東涌東站的話 我等於 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使得 貨尾 進一步增加 這個就是 正常做生意砸貨的概念 如果你明知道 你手上還有大量的貨是在滯銷 要割價傾銷 你還跟我說叫我多入貨 真的是 有毛病的人才會這樣做 所以 現在香港的全部的地產商 全部 是一個都不看好 是沒有人 走去入標 再增加貨美量 你需要有大量的成本 就算你是買樓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小型的地產發展商 說最小最小 例如香港人 例如你在英國買一間屋裝修 然後拿去賣 如果你已經有三四間在手全部 制銷 再跟你說還買不買 第五間第六間 不夠錢 你買了回來 你要搞裝修 紮了下去的錢 你轉不動 這就是為什麼做生意 一定要貨如輪轉 貨一去不了 就不可以再入 一定會紮死 香港為什麼那麼多人抹頂 那麼多人在發展 搞酒店 買物業 這裏又說投資 那裏又說投資 大炒家 例如波叔家族 為什麼會抹頂 貨擲死了 那裏又說投資 你那堆貨也未去到 價倒下來了 然後要還錢 原本你買了那麼多貨 全部是槓桿的 地產商其實差不多 不過地產商 借貸能力 由於 是一個長期發展的企業 所以 不算中國大陸 地產商的現金樓 尤其是 香港今天的地產商 做了那麼多年 大貨撒 現金樓 是相當穩定的 他們 也不敢貿然投資 告訴你 其實 市場是到了極限 這一塊東涌的項目地皮 赤價大概是2000-4000元 也是 不需要補地價 這個項目是跟港鐵發展的項目 而港鐵 其實也很大程度上 已經等於是香港政府來的 因為香港政府是大股東 這個項目 就是地產發展商 和港鐵 是共同發展項目 然後雙方再有分成比例 預計 預計是在2029年會落成的 這個 地皮 現在就是流標 早前已經有數據流出 說香港 那個貨美單位的供應 接下來的10年 那個 時間才能夠消化到潛藏 的供應量 因為經過計算之後 現在新樓的成交 一年大概 是1萬 而潛在 即是說地產發展商 預備要推出的項目 是在說總共起碼有10萬火以上 即是說 10年 都還沒有燃光 所以 你再計算這個地皮在內 如果是說2029年的話 是6年之後 即是說 其實 現在的地產商的計算 已經計算10年之後 所以為甚麼我這麼大膽跟你說 我現在計算的 是在說10年8載之後 而不是在說 下個月 或者是下年 還說等通關 目前這個 零入標的情況 已經是 被譽為是10年來反應最差 即日流標的事件 警號 響了 你再不理的話 再繼續 自己 催眠自己 一定會出大事 我們這一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